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式的场景 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 检阅了授阅方队 但很少有人知道 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式的前一天 这位80岁的老兵 仍然在为中国的大规模裁军方案进行着思考 在邓小平看来 经过了东西方之间的漫长对抗后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必须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比例为1比2.45 远远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中国一年的军费大约200亿 绝对数额虽然不算太大 但实际上已经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15%左右 当时发达国家的军队已经开启了小型化 多兵种空地联合的现代战术模式 而中国军队则还保留着解放初期 大规模兵团作战的传统战术模式 加上落后的武器装备 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国防的需要 于是国庆35周年阅兵式结束后仅仅一个月 在邓小平受益下 1984年的11月1日 一场由大军区、军兵种、三总部等部队各大单位 军政首长参加的军委座谈会 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 即使发生战事也要精简 邓小平的这番言论出人意料 更出人意料的是 他提出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裁军目标 一百万 一百万的裁军数量令人吃惊 实施难度更是非同寻常 究竟该怎么裁 主要裁哪些部队、哪些人 这些极其复杂而又敏感的话题 触动着每一个与会者的神经 这也是与百万大裁军可能存在的阻力 绰号钢铁公司的邓小平早有准备 在1984年11月1日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 邓小平特意询问了部队各大单位的人数 他的目标十分明确 这次裁军的最主要对象就是当时的解放军三总部 和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机关单位 按照邓小平的想法 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要带头 三总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所著的邓小平时代艺术中 对百万大裁军的重要意义 做了如下论述 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一支规模更小 教育水平更高 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 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 使得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以便谋心 以便图强 在经历了百万大裁军的重大转型后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 如今已经崛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途中 中国军队能将以勇于变革 感当重任的信念 榜首阔步 亦往无前